文美集团美国升学直通车是洛杉矶华人资讯网和文美教育集团联合制作播出的北美首档的大型网络直播教育节目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将会了解到最新最权威的教育资讯还有升学的建议 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无论您是学生还是家长有任何的美国升学教育问题都可以给我们留言 我们的嘉宾会尽量在现场解答您的问题 文美集团是美国著名的华人教育的咨询辅导机构 他在美国的洛杉矶纽纽约芝加哥等等有12个城市都设有服务中心为华人提供教育服务 他们主要的服务内容有七八年级就可以开始的美国大学申请规划服务 SAT ACT的标划考试培训K到12年级的私校申请还有课后的补习 我们也知道文美集团最富盛名的就是他的导师制的服务模式 不同于其他的机构辅导老师变动频繁的现象 文美集团所有的导师都是公司的合伙人级别 并且他们都在文美工作了10年以上 拥有硕士或者是博士的学历 可以非常稳定和专业的为孩子们提供服务 相信这是很多家长在给孩子们寻找规划机构的时候 非常注重的一个方面 此外呢 文美集团也是美国总统义工奖的官方认证机构 还有众多的美国前50名牌大学的官方项目合作机构 欢迎大家扫码或者是直接来搜索关注文美集团的微信公众号 美国升学网 及时了解最新最全的美国升学资讯 同时大家也可以在YouTube直接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 美国升学直通车 来查看万博士往期的节目内容 如果你想跟文美的客服进行互动的话 也请在节目播出期间 扫描屏幕左下角的文美客服二维码 或者是直接搜索微信号文美集团的全评音来添加 文美的咨询热线是18888-789-0942 今天在我线上的是文美集团的教育总监万博士 万博士好 主持人好 欢迎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下面我们来说今天的第二个小主题 这个早规划的学生和不规划的学生 他们之间的录取结果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 这是生动的例子 来请万博士来给我们大家分析一下 好的 这个就更有意思了 这个规划的学生和不规划的学生 其实刚才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 它是从统计数据上各方面都有非常大的差别 这里边我就不得不提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有一些家长很容易大意 所谓的容易大意的话就是说 万老师我们家邻居的孩子 这个就是当然这个前提是什么一个前提 就是他在跟我找我是说老二的事 因为老大已经过去了 这个他就说这个问题 他说哎呀这个我们老大的同学 我们都是邻居 哎呀我真不觉得他比我们这个有什么强 我觉得你跟我们家孩子差远了 学习成绩各方面 哎呀但是最后的录取结果却是我们家孩子录的不好 这也是为什么着急我老二我后来意识到这个问题 我来现在我想明白了 现在我想明白了 他肯定是有人来指导 那么这个规划的话 我把它分为两个阶段 我把它分成两个阶段 那么第一个阶段的话是申请之前的规划 那么第二个阶段是申请过程中的规划 我认为这两个都会造成非常大的区别 那么刚才其实我大概讲了一下这个申请前的规划 是吧 如果你是在申请之前进行了全方面的规划 那么你的话肯定是有非常大的竞争力 每年因为我们接收的学生不同年级的都有 我最小的从五六年级开始就在开始我这里做规划 那么他的规划更多的是从孩子的兴趣爱好 学习动力的角度开始给孩子进行引导和规划 那也有从九年级的是最多的 那么慢慢的还有十年级 看了咱们节目刚意识到的马上弄 甚至十一年级的万老师我晚吗 我说永远都不晚 是不是对吧 咱们只要有时间就可以做 对吧 那么当然也有现在有极少的一部分 他们是十二年级 也就是说在咱们华人世界里 这个也已经是越来越普遍的一种现实情况了 那么也有十二年级的 但是十二年级的和十一年级的 在最后的规划的时候 你会发现十二年级的准备 绝对是非常的苍白无力的 为什么因为大学申请上来就问一个问题 你对你喜欢的这个专业领域在过去 你做过什么样的努力 请问如果现在已经是11月1号要交申请 现在是9月16号 我请问你 你还能做点什么 你还能做点什么 对不对 所以这个对比那个学生是从九年级就开始进行规划的 他系统的未来找到了他自己喜欢的专业 并且对自己的这个兴趣的这个专业的爱好 做了一系列的事情请问他的结果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那他会写出什么样的效果来 是不是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强烈的 直接的一个对比的一个情况 那么还有比如说是上来问的一个问题 你有任何领导力的这个因素领导力的特长 没有或者你有什么样的经验 是吧 那么你如果两个人都有 那规划的人往往你会发现规划的人 因为这个领导力是花时间的 是需要互动的 领导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 领导你得有members 所以你得去传个局 对 是不是 所以你就需要花时间来做这个事情 第一是时间 第二时间越多 你这个规模或者说是这个创意 你就会越充分 最后达到的效果就不一样 是吧 所以一般来说在我这里 我的个人体验的话 就是从九年级在我这做规划的学生 我基本上我的学生 只要孩子跟我是配合的 就是对我们之间是非常良性的这种互动的 再加上家长的配合 进前三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他的目标是前十前二十 但是如果他是12年级才过来的 往往在孩子成绩非常好的情况下 那我也没有办法保证一定进到前三十去 就成绩已经是最顶格的了 12年级来做这个我也没办法 能够如果他是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做 比如说最近有一个学生 我是有点无奈的一个学生 这个学生有点无奈的一个学生 当然也不能叫无奈吧 是孩子太孝顺了 所以他太孝顺了的话 就是家长想花这个钱 孩子就是不想让家长花这个钱 为什么说花钱的事 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些领导力 因为有一些社会责任感 义工一些的项目 他就想自己做 自己做 现在到12年级了 我之前苦口婆心的说 他就是不做 那么现在到12年级天表了 他主动联系我说 万老师我决定要做哪个哪个项目了 我说你怎么要做呢 他说万老师 我我是他妈妈讲话 就不见棺材不落泪了 就见着棺材了 为什么呢 这个UCRA UC伯克利的申请 要20个活动 20个活动 他弄来弄去 之前我给他出的那些项目点子 他一个都不做 他为了给他妈妈省钱 他妈妈说你不用那什么 咱们家里有这钱 他就是不动 他说我自己搞 关键这个孩子 一方面省钱孝顺 一方面他真是不做 所以我们提供的很多项目 就是说是带领孩子 希望能够带领孩子做 因为很多孩子是这样 他自学能力不够 但是他又还算听话 还算美丽的那种孩子 是不是 那么他说万老师 你让我 你给我留这作业20个活动 我就总结出来5个 我突然意识到 我这大学可能快考不上了 万老师你赶紧帮帮我吧 你这个就是很现实的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例子 就是摆在这个面前 对 那么所以我就是有这么一招 是吧 我这一招是什么呀 就是说所有来找我做规划的孩子 无论你是9年级还是10年级 11年级来的孩子 我上来我先给他个下马威 所谓的下马威就是 我先把这大学申请表拿出来 嗯 啊 列20个活动给我 啊 如果你已经是12年级的 你看你能列几个 列不完的 你着急不着急 你赶紧给我想办法做 对 各种办法 啊 机构来配合的 或者说是你自己 啊 怎么弄的 我会帮着孩子弄啊 那么对于那些12年级的没有办法的 那就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啊 来进行这个处理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给孩子一个警告 让他意识到啊 这些活动别人添20个 你添5个 而且你添的是最基本款 所以人家是升级款 哈哈哈 是不是 嗯 那你说你光有这个学习成绩 呃 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我刚才说了 规划的孩子 他学习成绩稍微平稳一点 但是他是非常平均 非常全面的一个呈现的效果 那么呃 有一些智商 或者说是学习成绩非常棒的 其他的地方又表现得非常苍白的 这种学生啊 那么他可能说是呃 他就进的效果就不好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家长想不明白的一个问题 他们家孩子怎么这么差 进的学校这么好啊 一方面可能是做规划了 人家不告诉你啊 我还明确告诉大家 这个规划的这个事情 它是一个眼形的市场 啊 也所谓的眼形的市场的话呢 就是说 呃 我你和你的同学是其实是有一个直接的竞争关系的 啊 包括我之前也讲过很多华人家长对美国家庭是不是有规划顾问这个事儿 上来说啊 美国孩子不学习 美国孩子呃不规划啊 美国孩子都玩开玩笑呢 是吧 那美国美国这些这个大学里面你亚裔什么西域欲少数族裔就占30% 那70%的白人是都是混进去的吗 对不对 所以从来我说这是一个眼形市场 虽然那个教育协会说大概五六千人的规模 但是没准有五六万人的规模也说不定啊 就是说那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 而且这是一个secret 家长告诉孩子说 啊 万老师给你规划这些东西不要告诉别人啊 咱们自己弄就好了 你问同学 你说你这个规划什么规划玩游戏吧啊 是不是 但是它是一场没有硝烟的隐形的战争 对啊 所以这个的话呢 对于呃 我们的家长一定要看明白哈 就是说呃 谁说来了美国之后就单纯了 是我会发现真的是来了美国之后 咱们的华人变单纯了 为什么 因为信息逼色语言不通 真的是很单纯 嗯 但是谁说白人 美国这些人单纯了 他们holdingholding的 只不过他不告诉你 谁说美国人不补习了 美国人要补习都是一对一的 把tutor请到家里去 来进行补习 人家那成绩也不是随随便便上去的 我还明确的告诉大家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 无论你是考清华北道 还是考哈佛耶路斯坦斯 你会发现家长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都是要有一定的预见性和指导性的 去给孩子找各种资源和手段 对对对 最后孩子呈现出来的效果 才是比较好的 现在比拼的就是谁的资源多 谁的手段多 最终才呈现出来的 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 你的一个教育产品 就是孩子的学习能力 生存能力 各方面是比较平均的 全方面的一个成长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万博士 确实这都是这个万博士的这个经验之谈 这个确实有很多的家长 或者是有很多的同学们觉得这个规划不重要 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大家要来多多听我们的节目 万博士从我们的节目当中 确实也给到大家很多的干货 特别是万博士之前曾经跟大家分享的 关于这张申请表 我觉得可能这 这些年的这个学 学习生活就是为了这张申请表 那么你有你有为他准备好吗 所以这个部分呢 希望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来这个了解 那么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来咨询文卫集团 他们是美国非常著名的华人教育咨询辅导机构 在洛杉矶呢 纽约芝加哥等等 有12个城市都设有服务中心 是为华人提供教育服务的 他们也是有从七八年级可以开始的 美国大学申请规划服务 SAT AECT的标划考试培训 K到12年级的私校申请 还有课后补习 还有就是文美集团最富盛名的 就是他的导师制的服务模式 不同于其他的机构辅导老师变动频繁的现象 他们所有的导师都是公司的合伙人级别 并且呢都在文美工作了十年以上 拥有硕士或者是博士的学历 可以非常稳定和专业的为孩子们提供服务 我相信这是很多的家长在给孩子们寻找规划机构的时候 非常注重的一个方面了 此外呢 文美集团同时也是美国总统义工奖的官方认证机构 还有众多的美国前50名牌大学的官方项目合作机构 也欢迎大家扫码 或者是直接来搜索关注文美集团的微信公众号 美国升学网 及时了解最新最全的美国升学资讯 同时大家也可以在YouTube直接来搜索 我们节目的名称 美国升学之通车 来查看万博士网期的节目内容 如果你还是想跟文美的客服进行互动的话呢 请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左下角的文美客服二维码 或者是直接搜索微信号文美集团的全篇印来添加 文美的资讯热线是18888-789-0942 今天谢谢外博士的分享 辛苦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留言 文美集团 美国升学之通车 在每个周五 每期时间中午一点 我们都会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